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您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谢谢 相信很多人对花生这种食物都不陌生 如今也是花生大量丧失的季节 很多人都喜欢购买一些花生 自己回家住着吃 经常吃一些花生有利于身体健康 而且花生又被称为长寿果 花生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脂肪含量大概高达45% 蛋白质的含量高达24%至36% 花生中含有一种丰富的维生素A、B2、D、C、P 以及合环素、尼克酸等多种维生素 矿物质的含量也特别的丰富 尤其是富含钙、铁、铅等矿物质 它含有丰富的卵磷子、氨基酸等 营养价值非常的全面 中医认为花生性肝、胃贫 具有补气、养血、健脾、养胃、润肺、化痰的功效 从而对于贫血、脾虚以及胃肠道功能较弱的人群来说 适合每天吃一些花生 吃花生有利于营养物质吸收 从而能够缓解大脑功能减退 那么吃花生虽然对身体是有好处的 但是也要讲究一个时间 吃对了对身体有益 吃错了对身体有害 第一,早晨空腹吃花生 坚持半个月 这四个好处不请自来 第一,促进血小板的合成 而且花生外面的红衣有补血、洋血的作用 花生的红衣还能够促进血小板的合成 我们都知道人体的灵血功能 与人体的血小板含量密切相关 花生中的一些物质可以促进血小板的合成 使我们的灵血功能更好 同时花生还可以预防一些心脑血管疾病 所以每天早晨 适当地吃一小把的花生有益于身体健康 第二,改变便秘 花生富含油脂 可以润滑肠道 对于一些大便干燥 肠道干结 导致便秘排便困难的人来说 如果早上空腹适当地吃几颗花生 会有很好的通便 预防和缓解便秘的效果 早晨空腹吃花生 对于健康、养胃效果非常的好 生花生入皮筋 对于一些皮虚、恶心、患者 适当地吃一些生花生 尤其是早上空腹吃 可以滋养脾胃 促进消化功能的改善 第三,补气血 要注意的是 我们这里说的是 早晨空腹吃花生 吃的是红皮花生 尤其是对人体 体质较差 气血不好的女性 一定要坚持每天早晨 吃上几颗红皮花生 这样能够促进营养的成分吸收 因为在早上的时候 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息 需要大量的能量来补充 如果空腹吃上几颗红皮花生 可以有效地将花生的营养价值发挥到最大 长期坚持下去 还能够起到缓解女性气血不足的问题 第四,预防肿瘤 花生中含有一种生物活性 很强的天然多分物质 白梨卢醇 它是肿瘤疾病的天然化学预防剂 同时还能够降低血小板急剧 预防和治疗动脉周样硬化 心血管疾病等等 而白梨卢醇被列为最有效的抗脑化物质之一 而富含白梨卢醇的花生 花生油等相关的花生制品 将会对饮食与健康发挥到更大的作用 花生虽然营养丰富 对身体好处非常的多 但是吃花生的时间和禁忌也是有讲究的 2. 这几类人不建议吃花生 1. 过敏人群 花生是重要的食物过敏源 除可能引起皮肤烧痒、红肿外 极少数还可能会引起血压降低 喉咙水肿、呼吸困难等问题 严重者甚至会出现窒息、休克 抢救不及时会有死亡风险 所以对花生过敏的人一定要禁食花生 以及任何的花生制品 2. 痛风人群 花生中含有飘磷含量非常高 属于高飘磷食物 对于痛风患者而言 禁食过多的花生会导致料酸升高 从而导致痛风症状进一步的加重 因此痛风患者应该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花生 3. 胆囊切除者 花生属于高蛋白、高脂肪的食物 消化花生中的油脂需要大量的胆汁 但胆囊切除后无法储存胆汁 大量吃花生可能会引起腹痛、腹泻、腹脏、脂肪瘠等等的情况 但偶尔的少量吃一般不会有太大的症状 4. 三高患者 花生中含有大量的油脂 如果禁食过多会导致脂肪在血管或者是身体、沉积 对于高血压、高血者、患者而言 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病情 花生属于高日量的食物 高血糖患者如果进入过多 不利于血糖的控制 3. 花生怎么吃最有营养 1. 煮花生 虽然相比生花生 煮花生流失了一些营养成分 但煮花生中能预防疾病发生的化学物质含量 比生花生、油炸花生和烘烤花生等多出了4倍以上 水和热量穿透花生时会示范出有益化学物质 而过度烹饪花生比如油炸、烘烤等会破坏这些有益的成分 因此相对来讲水煮花生预防疾病的功效会比较高 2. 醋泡花生 花生除了含有很高的营养物质以外 人体所需要的不饱和脂肪酸也很丰富 但花生含有很高的脂肪、热量也很高 而醋中的多种有机酸恰恰能起到减腻、生香的效果 如果用醋泡花生时间大约7、8天 每天晚上睡觉前使用8至10颗左右 对于降低血压、软化血管、减少胆固醇的堆积都有很好的疗效 3. 发芽的花生 花生发芽的时候也是营养价值高的好时机 花生很多营养物质能够被激活 这个时候它的白粒螺醇比之前会高出100倍 白粒螺醇是多分类化合物 是肿瘤化学防腐剂 也是对于降低血小板凝聚 预防和治疗动脉周样硬化、心脑血管疾病 有非常好的预防和治疗的作用 以上就是分享花生的吃法还有禁忌 好了,今天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也可以在下方点赞、评论、加一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